之後的設施 需要好大 好多鐵 欸 這樣子蓋起來會不會不省啊 我怕說 有些機制 我去 影響到 然後就不省過來了 不省鐵巨人了 只是 喔可以可以可以 那就這樣子 那就是 我們那天挖了很多沙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子蓋 然後就這樣子 完美 結果我們就在外面看 就這樣 看看 看看 鐵巨就這樣子被送過來 這玻璃片比較好啊 如果比較好 到時候都改玻璃片 也沒比較好啊 可不可以就是連接的地方不要有 線啊 就這樣這樣子 這樣沒有很棒 我講話沒聲音 喔 是剛剛嗎 16 17 剛剛差10嘛 你看 17 差不多 啊 後來 我有想到一個新的方法 可是 這蓋出來又要再等一天 嗯 嗯 要距離夠遠欸 20個 我看一下喔 算一下喔 這邊 嗯 立走 17 6 66 啊 那就這裡啦 嗯 嗯 -34 13 7 -34 13 7 7 1 好 就這裡 那 這裡的話 也要重來了 連接的地方沒線要改才能保 是啊 Opify 我知道 可是我好久沒裝了喔 好久沒裝又忘記怎麼裝 你看 其實他們是同時會出來 所以這30秒我覺得是沒有影響 所以我就是想說 我之前玩新大陸那些我就是 看了很多人怎麼蓋對不對 然後就去理解 理解之後就是把他們壓縮起來 就是之前鐵巨人塔每個人都蓋一樣 可是我就是有辦法把他壓縮得很 就是盡量精簡化 就是不會說 你只是在抄 可是你不理解他的 功能是什麼 懂嗎 我不喜歡這樣 我比較喜歡 就比 看我之前 看我教人啊 還是什麼的方法 啊 又不升了你看 升了升了升 其實他們是差不多就30秒一次 然後我就是真的是 知道我的做法都是 我喜歡 不是我喜歡 我就是 教人家那種 嗯 教人家釣魚 的那種人 所以 有時候 這樣也不是說好事 就有時候 可能人家就是想要 怎樣怎樣怎樣 不想要我那麼雞婆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就是造成 可能有人會覺得 我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不知道欸 就每個人做法不一樣啊 像 總比你 等級那麼高 就被人家說 你 等級那麼高 啊為什麼跟新手一樣 那等一下蓋的是跟隔壁這個一樣 我想一下喔 這樣子 我真的想好要怎麼蓋 不然 不然那個 搬去 那個哪裡 欸我怎麼蓋的 喔白癡喔 然後 他再下一個 不然 不然 薑吃死掉的話 要他重新運很麻煩 這樣子才對啦 白癡 我要記得下兩個 好就這樣 那再來是 這邊是 放 玻璃 我想要更精簡化啦 就是 可能就是生出來馬上死那種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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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死 那其實這 這真的沒差 隨便 來 然後 還可以 要這樣 好 這時候才有空去看那個 瘋狂世界 結果巧克力也死了 哇 那應該很難過吧 其實撐了真的很多集了欸 欸好像多蓋一個欸 喔87喔 多蓋一個 沒有我現在是要走精簡 越簡單越好 空間能壓縮到那種 那種 只要你走過去收集就好的那種 蛤 沒有水 呃 白癡喔 對啊 最後都是死在海底遺跡 哈哈 欸真的很難過欸 不是我覺得真的是太越級了啦 太早去了 因為 我想一下喔 防爆 防爆沒有用 那個是不保護比較好 防爆只能防苦力怕 真的是太 太急了 應該直接命名 殭屍就好了齁 這樣還有命名牌 再來是村民 村民 那我們再來蓋上面這個 呃 沒有現在都只是 現在要蓋的都是 我 我蓋完 那邊之後 第二個之後的 射死之後的想法 所以可能會很失敗 像比如這樣嘛 然後去吸一下方塊 好 然後 可能就是 中心點 然後 岩漿水 水 水到這邊嘛 啊~~~~~ 水到這邊 然後往這邊衝嘛 那這邊衝的話就是 因為要省漏斗 我們缺漏斗嘛 呃...我看一下喔 箱子 漏斗 嗯? 這裡? 好 就這樣 那再來勒...靠邊... 等一下 對不起 呃... 這個沒有用 嗯...這樣子 嗯... 好 這樣子 這樣可以... 把...等鐵鑽出來看看 沒有啊 只是想法而已 實際有沒有用四起吃 直接招好了 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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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南瓜頭 1 2 3 這邊是不是這個啊 大香起來了欸 對不起 那就這樣而已啦 5..6..7.. OK 我們就看會不會生在頭上啦 不能生的話就.. 就..就都免彈 好啦 要過一天 那我們繼續聊天吧 有水有沒有機會跳出去 沒有可能阿 因為鐵具人不會跳阿 而且這1.5格高耶 而且我剛剛這個其實沒有當 我又沒有看到它跳出來過阿 應該也是改玻璃片吧 不然這個.. 接起來好醜喔 你看 這..真的直接衝過來很快啦 所以我才想說 有沒有再更精簡的 或是直接..就是直接給它 呃..3x3或者是2x2 然後就直接這個柱子 交..在它頭上那樣子 現在做什麼.. 研究..鐵人塔怎麼蓋會更..更方便更快 更好啦 因為..如果是說效率的話我還好 我只是想要方便而已 因為.. 在..輕鬆生存裡面 我..我那個空間其實也沒有說很大 如果你說今天是蓋在地表的話 那我那個空間真的是很大 我應該採用這個啦 阿那個只是.. 先看看 阿..我還沒吃藥 好..等我一下 哈 下次只穿鐵裝 沒有..因為..主要是它這次的那個 恩.. 要怎麼講 欸..它.. 這次是那個.. 我覺得它還沒有附魔完 附魔還沒齊全 而且再加上那個.. 再加上那個的限制 要一直換武器打 我覺得那個.. 換武器打太吃虧了 傷害會痛就只有劍跟斧頭 阿你從劍換到斧頭又有延遲 又有CD時間 這樣子它生成就是這四個空間阿 這五個空間 然後會生.. 生鐵巨人 然後一生出來就被這個燙死 喔.. 很快很快 欸後來我問一下阿 為什麼.. 明明晚上這個平台完全不會生怪阿 是.. 是.. 是這個創造.. 創造世界不會生怪嗎 而且這個地方也沒有生過怪 這個平台 那這個是.. 很早以前1.9之前就有的那個.. 養牛的那個.. 裝置 只是多了觀察者而已 這個怎麼運行勒 就是.. 那個.. 水打開嗎 這下面是水 水打開之後 牛其實會上下上下動 那你就在這邊餵它 然後你看 然後其實 過量它們會悶死 其實是要用悶死的方法 可是我不想要 然後把水關掉嘛 關掉之後因為這個.. 這個.. 壓力板 那個什麼地板門 地板門的那個.. 因為它.. 因為牛其實沒有一格嘛 阿小牛.. 小牛就是比較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 所以小牛都會長在樓下這邊 嗯..不對阿..奇怪 這樣..要這樣子嗎 欸? 嗯? 阿先這樣子吧 阿.. 然後.. 我覺得.. 我好失敗喔 怎麼會這樣 格高 喔有啦.. 想說.. 都疊在一起.. 進去 進去 這樣子啦 這樣比較好按 然後小牛長大之後 就一樣 會被岩漿燙死 阿.. 阿.. 阿..阿.. 你們阿..狂打臉是真的欠打阿.. 那邊.. 不懂裝懂的一大堆 不是不懂裝懂 是.. 呃..應該說那個.. 那個情況是 沒有什麼人遇過的情況 欸.. 我是.. 我好像地板能裝錯位子了耶 小牛是掉不下來阿 這次要有小牛啊 等一下喔 我這邊先打掉重用 地板能裝錯位置 我地板沒有裝這邊才對 然後